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可是永平侯夫人的店 谁那么大胆子呀 听说是和海盗勾结走私 连永平侯夫人哪 都被刑部给抓走了 是吗 是啊 怪不得最近都是风言风语的 说永平侯夫人出事了 可不是 放开我 说 我夫君 是不是欧彦行和徐令仪杀害的 说呀 少爷 不好了 虎炮姑娘被少夫人抓回来了 人在哪 拆房 还不开口是吗 你若再不开口 你漂亮的脸蛋可就保不住了 拦住他 我知道你们是大哥的人 但我劝你们想清楚 这个欧家的未来到底是谁的 所以我本身是否是很新的 有缘的 我希望您把过来 我有一位 我就在哪儿 我砍到这儿 等我 你还不笑 你还不笑 呢 公子 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公子 如今夫人身陷淋雨 您清楚她的为人 她一定是被人陷害的 求求公子 救救夫人吧 我怎会不知 十一娘被人陷害 我刚还特意打听了此事 如今是人证物证俱在 想要帮十一娘脱罪 我们可以得好好 想想办法才行 夫人平时并未与人结缘 所以我想此事 极可能是 是您父亲布的决 公子 如今恐怕只有您 才能救夫人了 不可能 公子 我会知道的 我知道您很为难 可无论是走私还是勾结海盗 都是杀头的重罪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见夫人去揍死啊 你放心 此事若真是我父亲所为 我定不会坐视不理 但打开海进 关乎组织 是不是会有人力排众议去推动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可眼下 尊夫人一旦获罪 必将火烧到你的身上 你若自身难保 又如何推动 开海进之策 还望你以大局为重 不要辜负了圣意啊 此为你修妻的提本 只要你在三法司会审之时将他呈上 公开表示走私一案与你好无关系 都是他一人所为 你决定休妻 将他逐出徐家 此事便可迎刃而解 我又真交出这份提本 我怕就成了背心弃义之人了 令仪啊 我是不想让你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此时 此时成功之日 之日可待 侯爷切勿因小失大呀 这也是皇上的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